我们现在撤离的人数是3393人 完全体现离灾的精神 这非常好 不像上回六度追问撤离人数 这回总统赖清德 称赞花莲县府房台准备有做足 不过隔壁宜兰台东两县市 倒是被问得有点反应不及 宜兰县政府有没有需要中央 再进一步协助的没有 目前还好 还好县府团队及时给予小提示 赖总统也勉励地方政府防灾准备 有明显进步 我觉得值得肯定 离灾优先于防灾 防灾优先于救灾的工作 地方政府离灾优先 国军也以旧定位为防灾做准备 顾立匠顾部长 特别是一起开设 就只要未来只要有台风 国军同样比照 中央应变中心做一起开设 而这回汇报更首度安排 此季报告符合赖总统 推动全社会防卫任性 加强跟民间合作 应变天然灾害 需要公司部门共同来合作 未来我希望 这一个模式能够持续 台风来袭 公司协力将灾害降到最低 三选将无情绪宣 S小组台北采访报道